色調 約更多 這一堂新聞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九哥 今天來到林玲沛大寮 & 〔地區 各位好,我們請到立法委員候選人,習慶王,來見過我們的訪問 大家來聽聽我們習慶王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他對這次參選立委的一些影響 請問立委您對這次參選的報復大概跟我們說一樣 其實這次在參選是有一個因緣際會 主要就是我們這四區有五個工業區 那這五個工業區呢,我們實際上這五個工業區產生的年產值將近是有八千億 可是就是因為這八千億的年產值 可是他銀燈不在這裡 所以大概只有兩千億在這裡報稅 所以如果慶王如果有機會問題成功 就會把廠燈銀燈,印童屬於地 把它留在我們這個部分來報稅 那所以我們就將近有六千億的十趴,六百億 再加上依照我們中安統的草村配牌的四十趴 他就會回到報稅所在地 所以我們的基礎建設就有可能這樣子來實現 要不然我們現在城鄉差距是越來越遠 他很多建設現在是層次不齊 所以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很多預算的挹注才能把它完成 這是我第一個參選的意見 那個目標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現在這一段 一地一休 在那個彈性公使的區塊 還是規定了十分的嚴謹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的廠商端 他是不敢接單 那再來我們的勞工這個區塊 有的是需要加班 才能薪資才會足夠過生活 可是這個區塊他現在就設限住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導致了山蘇 那所以這個區塊我是建議如果有機會 對,我是建議依照我們那個運動生理學的一個概念 我們那個生理理勞期 我們是不是把理勞期在我們勞動基準法的一個架構之下 讓他很穩定的在這個架構之下 讓每一位勞工他都有機會賺到該有的加班費 而不至於過了 然後這樣是不是可以造成山蘇 再來我們內需市場營會利益休的關係 非常嚴重的緊縮 所以現階段在外面消費的民眾 現階段是往內縮的 再來我們的生活的壓力 現在是節節一生的 我們的水、電油什麼都是漲 唯一不漲的就是洗水 那所以這個區塊 這是慶皇這次參選立委的新資結構 這個區塊也是慶皇 願意貢獻所選 提供出來 讓中央搭一個平台 讓我們這個區塊可以獲得改善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黨團這個區塊也是很重視的區塊 就是我們是屬於 我們有一個中華文化的一個傳統的思想站 所以我們現階段的同志婚姻這個區塊 很多長輩是非常極力的在反對 所以這個區塊如果慶皇有機會 也是成為立法院的議員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法案修正回來 還是會堅持一夫一妻制 這樣子相對的我們整個傳統 才能保有下來 再來我們所有的廟園化 才不會那麼嚴重的一個衝突 這是這三點是主要的一個架構 那麼我們知道齁 這個許立委這邊 他是擔任過這個平東 內埔工業區的主任 內埔工業區主任 所以他對經濟方面這一塊是相當的合心 那麼您認為我們這個選區這邊 最迫切的齁 您剛剛講的幾點是沒有錯 但是最迫切的是需要怎麼樣 最迫切的在產業端這個區塊齁 像現在很多在談論農地工廠 農地工廠就地合法化這個議題齁 像我最近勤手基層 大家常常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覺得農地工廠就地合法這個問題 現階段如果依現行的法規來看 他是對兩方一定是不利的 在農地工廠的部分 他現在一年每個月最少都有6萬以上的罰單 而且他沒有依照分居使用 而且他之前是在TEPO下 所以都會進行個案的一個輔導 現在已經呈現到TEPO上的話 所以很多法令他就會介入來加以管理 再來在廠商端的部分 他全國大概有4萬家廠商 是農地工廠 大概有1.7兆的產值 可是現在空盤下去檢討出來 只有7千多家是補合 輔導就地合法的工廠 所以這個問題是相當大的 其實如果這個法案要加以來輔導 這些已經既有存在的農地工廠 建議啦 慶皇是建議 我們應該要善加利用我們地區 我們地方政府的一個都市計畫 同盤檢討 把我們的地幕是不是可以先變更完成 然後再讓廠商進駐 或者是已進駐的廠商 是不是再把那個邊地範圍給擴大 擴大之後 由政府讓它變更為公益用地的時候 再來收取那50%的回饋金 來做隔壬預帶 退縮地 還有污染房子的部分來呈現 這樣起來可能我們勞工工廠 它不至於一個是失業 一個是被拆 所以這樣起來可能經濟跟生活 跟環境 它是可以三年 這個區塊是當務之急 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們大寮林園 人舞鳥松有很多的農地 農地的一個種植農產品 它常常也有自銷的問題 像大寮的紅豆 紅豆它就是很有名的一個部分 那紅豆假如我們有自銷的話 我是建議我們其實可以善加利用 我們的食品加工廠 我們全國有66個工業區 它都有食品加工廠 這66個工業區的食品加工廠 如果來結合我們當地的農會 所以如果當農產品自銷 我們一斤的紅豆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二食品的紅豆罐頭 如果紅豆罐頭 或加上我們台灣本身 又是WPO會員果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把我們的農產品 銷到世界各國去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就會見到我們台灣的產品 台灣在這一個食品加工 這一個區塊 我們都沒有跟人家競爭 現階段整個國際 我們去調查一些數據出來看 食品加工 這一個區塊 大概有一兆的產值 所以大致上我們台灣 是沒有去爭取的 那台灣其實是它有它的優勢 所以這一個區塊 慶黃如果可以 我會結合我的專業 它懂的一些部分 就結合起來 把農會跟我們的工業區 跟我們地方特色的農產品 結合在一起 讓它產生一個優質 要可以附加價值提升的一個 農產品食品產生 它交到世界各國 2020這次的選舉是 包括總統建設 總統也有相當的重要 在國民黨這邊的提名 分分老老 到現在大概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定案了 那麼另外一位出選的候選人 郭台銘 郭董 台銘先附退堂 那麼您對這個 這個情況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這個區塊我是覺得 因為人各有事 這個區塊我也不知道 怎麼樣來做評論 可是我是建議 既然如果心不在這裡 我建議還是一路好走 再來也讓選民 不要這麼的焦慮 常常在計程跑 很多區鄉民 是非常 我們的市民 相當的焦慮 說這怎麼辦 其實慶王的看法 到底 不是那麼的悲觀 如果我們換回來來看 如果韓市長的參選 在高雄市 他都能穩定的話 那相對的在高雄市以外 的選區 應該是更好 所以我相信韓國市長 來問題 2020的總統 我不再看是樂觀其成 那我們只要省慎樂觀的去 好好積極的去爭取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2020年 不是誰當總統的關鍵性 而是我們整個現在的國家 在這三年半的主政之下 我們真的是講句粗魯的話 就是大家生不如死 有時候已經造就整個環境 像我們的同志婚姻 也造就了年輕人跟老人 老一輩的人的對立 宗教的對立 再來一粒一休 也造就了勞資雙方的對立 再來種族的部分也造成了對立 兩岸關係也緊張 也造成了對立 所以我們的政府 應該是要帶頭讓大家穩定 而不是造就 讓我們生活非常對立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相信2020年 是一個議題的對決 我相信韓市長 最後一定會取得我們2020年 中華民國的總統 請問你參選之前有沒有講過 第四選區 應該是一個非常艱困的選區 你那麼一腳踏進來 你有多少的把握呢 這個選區 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可能起跑的比較慢 我的知名度稍嫌不足 可是在這個區域來講 我是當地在地的大寮人 我時時刻刻沒有離開過大寮 甚至我的對手 其他的候選人 他幾乎是沒有在這裡住過一天 所以對地方這一個部分 他來講 他也是很緊走 再來 我又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這裡總共五個工業區 有1596家廠商 再來我們有48000個勞工 這個區塊在議題上 大家現階段的口袋的錢 生活壓力是越來越深的 所以在政黨的部分 大家對民進黨 一定是有一點疑慮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是相對的有信心 再來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慶王是本地在地人 再來我如果行走居存 韓國瑜市長一票 慶王一票的話 我相信在高雄市地市選區 我們總統市長的選舉 你這裡是總共的贊助 所以慶王相信這一行 也是非常有機會的 只是大家都被 上一屆 我們的2016年的一個選戰 可能都被那些數字給制約了 可是我在行走基層 握了每一雙手 大家給我的肯定跟支持 還有鼓勵 是相當濃厚的 那個溫度是非常溫暖的 所以相信慶王2020年的1月11 一定會勝利 會當選的